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Lori 今天终于可以回到家里和大家做录影 因为终于没有转场了 想和大家谈一谈一单新闻 就是关于转期投资人查理蒙格离世的消息 刚刚在巴郡公司看到他离世的通告 是很不舍的 这位老人家中年99岁 我想都没有什么很可惜的 因为始终人活到这样的年纪 而且他已经是成功的典范 就是亿万富翁 十世一百世的钱 而且是有美满的家庭 个人的修养 智慧 知识 亦都去到天花板的水平 亦都对后世影响很大 我想交出一份完美的成绩表 都没有什么觉得他离世很可惜 不过当然就有一些不舍 因为大家有买我本书来看 都会知道我写了一个 chapter 是关于查理的 这位前辈其实在我个人成长的生涯里面 是一个贡献最多的一位大师 因为他很多的理论 是能够让我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当然不单止只是投资的理论 因为我反而在他投资 那个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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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因为我今天就不太懂得投资 但我觉得代仁处世上 在蒙革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我有时去到学校 做分享 做演讲 我都会常常提蒙革的一些 一些 quote 和年轻人分享 作为怀念他的一集 都想提起其中几个 我觉得蒙革对年轻人有很重要的 影响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经常sell 你们 sell 和口水干 VIP的会员都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加入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看他的那本书 叫《穷查理的普通常识》 里面有一个节目就讲到 如何保证你过上悲惨的生活 查理很有趣的 很喜欢用反方向来说 他不会说如何令你过上好的生活 他不喜欢这么说 他喜欢反过来想 如何保证你过上悲惨的生活 其中一个推荐给年轻人 我记得很深刻的 就是说千万不要有一个好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当你有一个很激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 他说就可以保证你过上悲惨的生活 有时我去到学校 和一些年轻人做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我 和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 我回答他们都是同一样 我说大家好不好自私少少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这些 因为如果你不是从政的时候 其实是你有权利去选择不参与进去 就是不去做取态 其实你做一个普通市民 你做多一点事为你自己着想 为你自己的生活着想 怎样可以提升自己 赚多点钱 做一份好的工作 贡献社会 其实在你对这个历史 对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局势 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之前 你作出个意识形态的取态 根本上是很不自行的 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说 你有什么取态都好 不如先放一放下 你先不要想这件事 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事 你慢慢大一点的时候你会明白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 这个是蒙格的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建议 让年轻人去反思 第二个就是蒙格给我一个很重要人生的收养 就是他去到任何地方都会看书的 那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是他其实已经是将看书这个学习的心态 内化到或者你的习惯 已经是变成他生活里面 把我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都是游然自得地可以去到哪都好 即使世界分乱 或者是周围的环境 怎么样都好 其实他拿着一本书就可以很安然自得 那我是学习了他这种修为 早几年其实我都不断地出差 周围飞 其实是当去到机场延连 或者8个钟头 6个钟头的时间 其实我是不觉得焦燥的 因为我只要手上有两本书 那我就可以坐在一边看 那你见到周围的人很生气 周围的人就在这和机组人员在这里理论 其实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 你就很游然自得坐在一边看书 那或者是这个习惯 也都令到我完全不介意等人 就是其实我去到哪都好 有些朋友 我可能迟到一个钟头 其实我没事 我都不会太介意 那好 你就迟了 只要我没有下个议会 我都会坐在那等你一个钟 那我就先坐在那看书 那这种去到哪都好 都安然自得的修为 都在门隔身上学 我觉得养成这种习惯 对我一生人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好处 帮助我不断地持续上升提升 又可以减除我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暴力 或者是一些情绪激动等等 其实令到我心态都健康很多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的样子就不像那么大 可能是因为看书的原因 第三个梦格给我们建议就是反过来想 就是要一个减法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很多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选择不了哪一个是最好的决定 但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个是不好的决定 于是就把那些最坏的排除出去 那他有个比喻很好 他就说只要我会知道我会死在哪个地方 我就不会去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很搞笑的比喻 那意思是指 只要你知道哪里有个汤 你就不要踩上去 其实人生里面也有很多的汤 一些大型的汤 在门隔眼中 例如吸毒、犯法、乱过马路 都有些大的汤 因为你只要犯错一下 就可以终身抱陷 人生基本上有几十年流长 正正常上如果你不是犯什么大错 你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提升自己的时候 其实成功在门隔眼中 是理所当然的事 比如说以我自己做例子 我做一个知识型的YouTuber 其实五年前和今天 认识我的人已经多了很多 从一开始完全无人认识 其实我本着一个心态就是 每一刻都好 说些东西不用很精彩都好 不要说错东西 或者不要有些太错的观念 或者有些太不应该有的观念 只要你不要做错事的话 你慢慢地成长 其实你去到退休的时间 你能够成功 基本上是理所当然的事 好像你存钱也是 你很年轻开始存钱 你不要怎么踩到大淡度 亏了大钱的时候 慢慢存到一些然后福利效应 去到你退休的时间 你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其实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他跟我们说 永远做事都是反过来想 不要做错的事 避开些错的事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巴菲特的投资心得 就是第一点就是不要亏钱 第二点就是记住第一点 所以他们的心态都是不要输 其实不用争取一定要现在赢 但你不要输你慢慢就会赢 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 第四个就是 那个所谓的铁锤人效应 铁锤人效应就是一个 我们挺常犯的一个问题 很多专业人士都特别会有这种的毛病 铁锤人效应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手上拿着铁锤的时间 你看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一眼钉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只懂得一个专业的知识的时候 你看这个世界所有东西 你都会尝试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去解答 大家要明白 其实这些专业知识未必适用于每一个情况 有很多情况是需要用一个很综合 很多个理论共同去理解才行 譬如如果是一个医生或律师 他对于医学法律有很深厚的知识 他可能会倾向用他自己这件事去解释整个世界所有的事 以为自己在跨领域的一些问题上面 都是一个专家 但其实完全不是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 你就不会是一个投资生意 或者是投资房地产的专家 但你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就觉得自己都懂的话 其实这个是所谓的铁锤人效应 所以为什么蒙教给我们最后一个建议 第五个就是叫做Lulaparusa effect 这个所谓的Lulaparusa effect 就是叫做我们要掌握多个学科的不同的知识范畴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或者我们教育制度 对于不同的学科是一个很硬性的划分 其实人类社会里面 我们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事 都是要用一个很复杂的理论去理解 就不会单一地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世界 但是学科为什么会这样分呢 是因为令到我们比较容易掌握一个专业知识 令到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 都起码有一行专精可以做 但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任何一件事 都是由多元复合不同的复杂理论 所共同去解释的 所以当你只能有认识一种的时候 就不行的 所以蒙格建议我们最少要掌握 十几个学科的基本知识 最基本包括是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等 一些不同的知识 你这样解释世界发生的事 或者你做你的投资预测 才会准确的 否则就很容易又跌入 刚才的跌出人效应里面 最后我觉得蒙格的人生 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真正的 他的本书叫做《普通常识》 其实是可圈可点这个字 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 我们的专业知识就是专业知识 你觉得专业知识比普通常识厉强 但其实不是 当你在所有东西都去到一个专业的时间 当你在不同的学科里 都掌握了专业知识的时候 蒙格就会将之称为普通常识 而普通常识才是最厉害的常识 他自己都说他和巴菲特可以随便 考任何一个学科的博士 都可以轻松拿到博士学位 就是要看到他们两个对知识方面 他们有多么自信 还有一个多么蚀而不死的追求 才可以说得出这句说话 最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从蒙格的智慧中受益 很建议大家买他的那本 《穷查理》的普通常识来看 里面有很多演讲的广稿折录 广稿折录的好处在于 其实他们不会浪费时间 因为每一场讲座都要通过两个小时 一小时要尽快让你学到东西 所以他接录了十几个讲座 放在他这本普通常识里面 是非常之好看 非常之能够指引人生 希望一起和大家怀面 这一位智慧到天花版的智者 关于Harness事件 因为这个JPEG事件 即加密平台骗局 其实还未曾埃落定 但另一件事又爆了出来 有百多人被骗 虚款是一亿多 我就觉得香港的人 是不是这么有钱呢 为什么这么容易骗呢 骗完又骗的呢 我真的能够说 世界有很多不聪明的人 是国家人一场西法 indch娘们 是国家人一场这样子 所以现在 leaked own